大家好 在今天的天氣形態來說 溫度狀況 你會感覺到 昨天晚上是偏涼的 因為在昨天晚上的台北的溫度 只有23.7度 微弱的東北風影響 但現在我們來看一個景點 這個景點是阿里山的 太平雲梯這地方 你可以看到太平雲梯這邊 現在這個時候天氣晴了 雨的部分停下來了 雲層量來說還是有 但是你可以看到能見度 已經非常的加了 而且加上市區的部分 也都可以看得見了 因為現在在嘉義以南地區的朋友 就會感覺到陽光開始露臉了 因為最主要 封面雲帶的水氣 開始往北的方向抬升上去 所以從阿里山的太平雲梯 這邊的監視器上面 我們就可以看到一個美美的影像 也開始呈現出來了 但說到現在這個時候的戶外天氣 我們就來看一下 先來注意到 在外島地區的馬祖金門是陰天 澎湖是多雲的天氣 而到台灣本島 北部雲量多 有局部性的短暫雨出現 東半部地區也雲層多 但是到了中部以南 越往南 天氣越好 南部地區已經陽光露臉了 來看到現在今天 半天下來的雨量的部分 雨量圖上可以看到 北台灣有點降雨 主要在天亮之前 南台灣的雨 也是在今天清晨的時候 但到了白天 雨的部分 隨著整個封面水氣往北抬升 降雨減少 來看到現在的雷達回波了 雷達回波上面 有些零星的雲層 這些雲層 在今天下午進入的時候 仍然在中午以後 會有些零星的降雨 所以接著看到衛星雲圖了 雲圖上我們可以注意到 封面的水氣結構體來說 已經鬆散了 水氣將會往北抬升 到長江流域 形成另外一道封面 所以我們來看看 今天下午到明天的溫度了 晚上的溫度仍然舒適 明天中午是悶熱的天氣 北部地區 只有零星的短暫 震雨在中午以後 而到了中部地區 天氣晴朗之下 今天下午還有點午後震雨 明天要注意的是 午後的降雨多 南部地區也是一樣 但溫度都到31度 東半部地區雲層多 但外島地區要注意霧的狀況 下午雨區行車要注意